大家好 我是阿鹽 阿鹽 今天我們看看你的影片 謝謝 今天這個影片呢我們兩個非常榮幸耶 可以跟瓮貝欣、FUVREADES合作 真是太榮幸了 耶 KiZueFUVREADES 謝謝 謝謝 瓮貝欣這個品牌在日本應該算是家喻戶曉的第一名品牌 非常非常的有名 我跟文道也非常愛用 這算是第一名 我在這個FUVREADES愛用 我經常買了困擺 我買了一款 但我買了一款 這個是用來噴衣服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跟文當還有用那個車內芳香劑 在我跟文當的影片裡面 應該出現過很多次 我們兩個只要去大賣場的話 都會買那個車內用的芳香劑 我跟Ru姐們想要去大賣場的話 我跟文當也想要去大賣場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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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我們兩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不是那個車內芳香劑 也不是剛才文當拿的那個衣物的 是這一個 登登! 廁所用的抗菌消臭防臭劑 我跟文當接到這個Publy的邀約 都是真的很開心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在家的時間變得比較長 所以我們兩個也一直想說 很想把廁所的環境全部翻新一下 我跟Ru姐們想要去模擬買 就覺得很困難的樣子 所以我們兩個一起去買 買了很多錢 普通也沒辦法做到,如果想要去做的話 就很想要去做的 這兩人是很想要去做的 那我們兩個就現在裝飾吧 開始吧 我們兩個現在已經來到廁所了 好,那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兩個這次到底買了哪些東西 第一個 Paper Holder Cover 正直我最好想要去做的 第二個 廁所 全部都合起來 但是我剛才看的時候我又覺得說 我們兩個現在用過這個北極熊 其實好像也可以跟它配成一整套的 第三個 登登 這個名字是很舒服的 很柔軟的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第四個 我們兩個真的全部都是買灰色的 第五個 啊,別人在幹嘛呢 買這個之前啊,真的超麻煩的 就馬桶那個坐墊有各種不同的形狀 所以大家在買這個之前 一定要先確認自己家的馬桶的坐墊是什麼形狀 那廁所用品差不多是這些 然後我們兩個因為現在看到聖誕節嘛 所以才買了一些聖誕節的東西 全部都合起來 對 你很可愛喔 我們兩個一起選超久的 超可愛 那我們就開始裝飾吧 聖誕節的東西最後放好了 我們先裝其他的裝飾 那先把我們家的這個板子拆掉 那個時候買的時候就是沒有好好確認大小 所以它的大小跟我們的馬桶比較不合 ね,ちょっと大きかったもんね 好 好 這個買的もん大きじゃねーの 好 好 這個可以嗎? 大丈夫 這個可以嗎? 這個可以 怎麼不會是文章 這個可以做的 這個可以做的 謝謝你 喔,這個感覺 哇,你好厲害喔 你們看了我後面的那個衛生紙架 我覺得這個超時尚的 哇,好成功喔 わふわ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玄冊樁 日本的廁所很漂亮的商品 非常多的 很多的 人家去到家裡 看起來 看起來看起來 綺麗的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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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 很重要 我看起來 日本人的小學生 有很多 習慣做的 掃除 看起來 有很多 我看起來 日本的意識 很高 我看起來 日本的意識很高 對 對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看起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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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寒冷 北極熊呢 我們已經用很久了 就把它換掉好了 他臉看起來 很悲傷的感覺 雖然沒有花樣 可是他摸起來 比剛才那個北極熊 還要舒服 是不是太近了 大 全的印象 你摸起來了 喔 舒服 舒服 好 好 統一看起來 喔 素晴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用這個 ペッパーホルダーカバ 等等 ペッパーホルダー ペッパーホルダーカバ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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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死了 來日本之後發現 其實日本跟台灣的廁所文化差異還蠻大的 你不想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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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像是 大家知道台灣的廁所會有垃圾桶嗎 擦完衛生紙可以直接丟裡面 那日本就是為了避免這種氣味 所以他們的溫子幾乎都是水溶性的 擦完之後就可以直接丟在馬桶裡面 就是有個這麼小的垃圾桶 就放在角落那邊 是可以丟生理用品的 就沒有像我們台灣這樣 有個這麼大的垃圾桶 然後日本的廁所還有音機嘛 就是可以放音樂 會有鳥叫聲 或者是很輕鬆的音樂這樣子 就是為了不要讓別人聽到 你上廁所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也是 日本文化蠻特別的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 溫水變座 因為日本的冬天真的很冷 就比台灣還冷 然後坐的時候啊 這馬桶會冰嘛 就被嚇到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溫水變座 也是我來日本 非常喜歡日本廁所的原因 日本有些人會在廁所裡面化妝吃飯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詞叫做 其實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們這種心情 因為我之前 在台灣有時候也會吃便所飯 就覺得是 自己的空間比較舒服這樣子 對嗎?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喔 我去台灣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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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便所飯 對耶 好 接下來我們要用這個拖鞋 登登登登 就是日本的廁所裡面 一定都會有廁所專用的拖鞋 其實我一直都不太知道 為什麼日本人要在廁所裡面放拖鞋 是 真的最近看到發個歷史的廣告 我才知道 就是因為 你在衝馬桶的時候 那個病菌會散滿 地上啊 天花板牆壁 所以日本人呢 一進來才要穿著拖鞋 至少確保你的腳底是乾淨的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文化差異最大的果然就是 日本的廁所都不會有牛油的汁 但因為它不太知道 而且它不太知道 但是它不可以使用 但就在廁所裡 而且它不太知道 剛剛它有浴室 就像它在廁所裡 它不可以使用 因為它不可以使用 它不太知道 它不准 它的衝突 是很棒的 霧 是在拆禮物喔 可愛! 看吧! 喔~~可愛! 新劇的巨人 好小喔 好小 應該要買大一點的對不對? 好棒 那給大家看我們兩個裝飾完的廁所 完全沒有一點實用性的東西 一般來說大家上面都會放一個衛生紙什麼的 可是我們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儲藏櫃裡面 這個插手巾是我跟文章接人去玩的周邊 然後是我們兩個統一色調的馬桶 還有我們的拖鞋 哇! 噢! 吐心得超級好! Puja 給我看看 喔 柔軟一點 對!對! 超棒的! 還有一個衛生紙 然後這個是我們兩個的抖鞋 我覺得這個也很可愛 這應該是最好的 這只是很浪費的嗎? 很浪費的 對! 我們的廁所當然敢造 開心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封背心的預測用 抗菌消臭防臭劑 這個商品在日本超級有名 而且幾乎每個家庭都在用 我的日本朋友就有在用 而且我跟文章之前去吃燒肉的時候 發現那個燒肉店裡面也有在用這個 這個商品呢就是讓你的廁所保持清香不會臭 那它這裡有三款 第一款是藍色款的清新造香 這個是我跟文章最常用的 那第二款呢是綠款的薄荷綠香 這個香味比較涼爽 我自己也還滿喜歡 然後第三款是白款的山谷微香 其實三種我都還滿喜歡的 就看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顏色 就可以試試看哪一種 那我們兩個就先來開給大家看 我們要用的這個清新造香 也是我們最常用的 好了 こんな感じになってまーす 玉子みたいで可愛でしょ 使い方としてはね この後ろのね 丸ポッチボタンありますよね これをね しっかり押すんですよ これ押すのは結構癒されるんですよ おっ これカチカチっとなるともうね 自動的に匂いをね 消してくれるものが発生してるんですよ 臭い匂い 粒子レベルで分解してくれるんですよ 俺達で分からないレベル トイレ全体の表面をね しっかりコーティングして 保護層をね 作ってくれるんですよ それがね まぁ結果としてなんですけど まぁトイレ全体の匂いをね 消臭してくれます これはもうほんと日本のすごい商品だと思います やっぱ匂いでごまかしてもさ 匂いって残ってるんじゃん でもやっぱ 消臭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も 根本からね 消水 これね 置く場所としてはね この便座よりも 上の方が いいんですよ 本当はこういうところにね 面台とかね 置いてあってね 置けるんですけど うちないんで 上に置こうかな クリスマスと一緒に なんか みんなでお祝いしてるみたい 重い匂いする ね めちゃめちゃいい匂いするね でもこれ 匂いでごまかしてないから 我們家最近的話 就是用這個藍色的照香 本当に非常滿意 馬桶座店 然後地店 這些東西 都不會髒掉 臭掉 なんかやっぱ 保護されてる感じ 俺ね パフリーズの愛用者 今回のやつはね 特に抗菌作用が グレートアップして すごくいいなと思う 然後這個 パフリーズ的 廁所消臭抗菌 当然在台湾 也已經上市了 各大通貨都可以 買得到 而且跟日本一樣 是最新的抗菌升級版 那除了我跟文當 現在放了這個藍色之外呢 還有綠色的薄荷綠香 還有白色的山谷微香 總共有三種香味 大家可以依照 自己的喜好選擇哦 那推薦大家都可以用看 日本氣味大谷的 第一名品牌 海豐貝青他們推出的 這個廁所抗菌消臭產品 這樣小小的很方便 只要放一個 就可以讓家裡的 廁所變得很乾淨 我自己才蠻推薦的啦 試試看哦 那大家覺得 我們兩個這次改造的廁所怎麼樣 然後我們兩個想說 要趕快把這個裝電池 讓它可以發亮 就很有那種聖誕節的感覺 其實這種依照 季節改變家裡的環境 還蠻不錯的 這次算是我們兩個 第二次嘗試嗎 第一次應該算是 櫻花那個時候賞花 我們也佈置了我們的家裡 以後覺得 可以有這種季節感 可以多方便這種東西 最近髮尾切了 今天沒有整理的 所以不舒服 欸?很帥喔 謝謝 不客氣 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接下來要多穿這個 廁所的拖鞋 因為它真的太舒服了 你不要再補充 真的耶 好 大家見 掰掰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 歌を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 気分で 行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